本期中海博大讲坛 我们有幸邀请到 重庆三峡博物馆 彭学斌研究馆员做客主讲 彭老师是重庆三峡博物馆 陈列展览部研究馆员 中国史历史地理学博士 中国田野考古领队 重庆英才计划名师名家 2018年度 全国十大精品陈列 盛宴见证实际中的大西南策展人 研究方向为 中国考古学 博物馆陈列艺术 区域历史地理 发表学术论文及技术报告40余篇 今天彭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讲座题目 是恢复 重塑 夏里巴人的历史与文化 长江文明由三大主流组成 及上游的巴蜀文化 中游的金楚文化 下游的五岳文化 西总书记说 长江造就了巴山属水 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 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 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 这其中巴文化 大家最为陌生的 本场讲座将依托 中国航海博物馆 与重庆三 中国三峡博物馆 共同主办的寻巴级展览 让文物说话 以图像证实 从里约文化 军事战争 生业模式 等方面 展示巴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彰显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色 关于巴人 巴国的历史和文化 目前仍有许多代解之谜 我们期待彭老师 在我们共同完成探秘之旅 彭老师 下面请您开始您的讲座 好 各位中海博的粉丝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中午好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 能够讨论 我们下里巴人的历史和文化 我之所以就要恢复于重塑作为主标题 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听众 绝大多数可能同时也是博物馆的爱好者 我们经常到博物馆去参观 当我们面临一个比较陌生的历史文化的时候 我感觉大家会往往会产生一种 看了个寂寞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处于这种状态 当我看到一个比较陌生的文化 没有知识储备 没有讲解员或者专家讲解的时候 我可能我也就仅仅了解了一些 哪些文物比较精美 哪些东西比较漂亮 可能也仅仅就限于这样的了解 但是实际上这样是往往不够的 这其中可能一定存在是我们博物馆人的一些认知 我们对于展览需要给观众交代的内容 我们可能把握的不是太精准 所以我相信在恢复和重塑 对于我们了解通过展览 了解一个区域的文化 应该是有很大的关联度的 那么恢复和重塑并不是我自己的发明 这是2021年度国际博物馆日题的一个主题 就叫恢复和重塑 那么夏里巴人的历史和文化 我想大家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 巴文化是大家比较陌生的一种 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项 那么夏里巴人的文化是怎么样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讲座 能够给大家通过我们使用的恢复和重塑的手段 能够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看了具体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说夏里巴人 那么夏里两个字呢 它目前在学术界还有两说 一说那是楚国的都城引渡里面的一个区 就像我们现在的上海的黄埔区 浦东新区等等等等 它是一个区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 它是一个歌名 歌词的名字叫夏里巴人 我们都很熟悉 那么大家对于我们巴文化的了解 我觉得我自己的自我感觉 可能首先是巴山熟水 然后呢就是夏里巴人 夏里巴人呢是现在的一个通用的成语 但是夏里巴人是什么意思 我估计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那么它与阳春白雪形成对应 阳春白雪 我们现在经常说上海的互拜的海拜文化 它是一个阳春白雪的文化 我们重庆的巴域文化 是夏里巴人的文化 它到底它们是什么意思 那么夏里巴人这一个词最早的来源 是楚国的宋裕说的 宋裕是曲员的学生 那么这里面的这段文献呢 讲的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说它唱歌 就是在楚国的都城 叫尹都 尹都呢就是现在我们的荆州 然后呢有 当唱夏里和巴人的时候呢 有数千人可以跟它相贺 那么当它唱阳春白雪的时候呢 只有数十个人跟它相贺 所以呢就要取高和寡 这里面呢同时呢 就是这段话里面同时出现了三个成语 取高和寡 夏里巴人 阳春白雪 那么在这个夏里巴人的这个环节里面 其实它的这个词的由来里面 其实之前呢 前因后果呢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这是因为当时的楚家王问宋裕说 听说宋裕先生呢 你的品德非常品性非常高 那我怎么没有听很多人说起很多人提起过这个事呢 为什么很多人没跟我说你品德很高呢 你自己又说你自己的品性非常的高尚 那么宋裕呢就说了这样的一个话 他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自己呢我品德是很高尚 但是很多人呢不懂我 所以呢我就是阳春白雪 我取高和寡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里面 所以呢从这个背景里面 交代里面呢 我们不管夏里巴人也好 阳春白雪也好 实际上呢 他在歌在这个词 在这个文献里面的意思 他表达的是一种通俗与高雅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那么通俗和高雅 其实它并不存在好和坏之分 只是个人的喜好不同而已 那么文献里面呢 对夏里巴人有一些记载 我这次对巴人呢 有一些记载 特别是关于他们的品行 他们的性格行为方面的 我这里面呢 只是举了那其中短短的两个 一个呢是汉述地理词里面 说巴人呢 他们姓鬼神 纵银词 银词呢是多而杂的意思 跟我们现在常用的银词不是一回事 那么词呢就是多而杂的记事 他记事三川 天地和鬼神和英雄 就是各种各样的神 他们都会去祭拜 那么他们在他的生活条件 没有千金之家 一无动恶之人 就是不富不贵也恶不死 这是呢汉述的记载 那么华阳国字的记载呢 说巴人其名自食好逸 图风敦厚 俗素朴 无造势便利之弃 就是他们讲究实在 不是讲究虚头巴脑的东西 无造势便利之弃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意思呢 实际上呢 它是很真实的体现了 两千年前 巴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他们的信仰的状况 对这些呢 都有比较真实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这里边呢 其实我们长江流域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一条河 在我们上游呢 我们有一本古老的文献 叫华阳国字 方字 它是一个方字 记载了呢 巴蜀地区的民风民俗 那么在中游呢 我们有金楚碎石记 记载了呢 就是两湖流域的 民风民俗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下游呢 有阅诀书 阅诀书呢 又记载了五月地区的 民风民俗 那么这三本文献呢 其实对于我们研究 三个古老的文明 他们有很大的支撑的作用 这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 距今都是一千多年 将近两千年前的文献 它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 一些证据和支撑 那么我们下面呢 再看这样的一组图 它表达的什么意思 我想表现的 就是巴人对于一个文化的 一个认知 它体现了夏里巴人的状态 那你看这是一把清风剑 这把剑上面呢 有一组符号 这个符号呢 我们称为巴鼠 图语 就是一种图案化的语言 就是我们一看图 就知道什么意思 你看这前面是一个老虎 这前面是一个老虎 后面呢是一个鸟 老虎在前面跑 这个鸟儿呢在后面追 我们即使没有上过学的 都知道呢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那么它表达的 我称之为呢 飞鸟足虎 就是老虎跑得很快 鸟呢 追得很 追得呢相对要慢一些 它是通过一个对比的方式 表达了呢 速度和激情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种关系呢 是一种文化的一种 一种一种展示 但是呢 它又是一个很直观 很形象 略带有夸张的 这样的一种表现 那么在五岳地区 我们把它 往往称为 阳春白雪 他们 在这个地区的文化呢 它又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那么它 春秋时 这是一个 一把月望构建件 那么春秋时期的文字呢 我们知道 一般用这种大传 用经文 那么在五岳地区呢 往往呢 为了装饰效果的 更加的美观 更加的突出 它把这个经文和传字呢 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美化 那么进一步的美化呢 我们看着非常漂亮 就是月望构建 制作宝剑 这样几个字 那么这种美化呢 它起到的作用 第一呢 我们看着非常美观 第二呢 就是相对来讲 它实读起来 又更加的难度 会更加大 大家看传字 就比较困难了 如果是这种鸟虫传 可能看起来 那会更加的困难 所以呢 这是两种文化的 一种比较 我们从这些图案上面呢 也可以呢 见到一般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具体呢 说八国的事情 八国是个古老的国族 它的起源很早 那么在这个 在华阳国字里面记载 包括在左传里面记载 很多文献里面 都在记载 关于它的历史呢 大家看看这个版面上的文字 我们多说 它的区域呢 我们注意看一下 下面这几张图 它主要的那八国的人 它一直呢 它虽然频繁地迁徙 但是它一直都生活在 大山大树的地方 所以呢 跟我们一望无际的 这个长三角不一样 它一出门就看到山 然后呢 一走路就会碰到水 这是八人的生活环境 那么在这种生活环境里面 它产生了自己的 与众不同的文化 八国的交通 主要是靠水路 因为它在整个四川盆地的东部 那么这个水路呢 对于 对于长三角 对于湖北以下的地区的人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便捷 非常发达的一个 一个水上交通 所以呢 我们航海博物馆 可能同时也关注的呢 是长江航运 我们同样呢 处于一个长江的这个 一个经济带上面 但是对八国者不同 它的水路呢 首先就在它的边疆东大门 就会遇到阻碍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听众 可能都来过我们长江山西侠 我们去旅游 看到了很好的风光 青山绿水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2000年前的青山绿水 对于农耕社会 农耕民族来讲 我们可能用穷上恶水来代替 可能更恰当一些 当然我们现信息时代 我们工业化时代 我们确实青山绿水 给我们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潜力 但是在2000年前 它并不一样 那么这就是 这就是它的东大门上的一把锁 叫烟雨堆 下面一个小船 它可以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物 看看这个大概在100多米 20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江中心 立着这样一个石头 一般的船经过这里面都心惊难战 特别是对我们长江下游的人们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宋代范城大的 无传路 无传路路里面特别记载 就是渠塘峡口水平如席 看着水很平 好 那么它是在涨水季节 这个时候的水呢 已经把这个大石头淹没了 我看不到这个石头 就是在它的洪水季节是看不到石头的 把这个大石头淹没的时候过后呢 就是水面的窝纹残着 就是漩涡就在这个水面上呢 就开始频繁的很大的漩涡出现 周扶其上一步 周在这个漩涡上面过呢 摇如着汉手死心面目人设 所以它形容的 范城大形容说天地自显 就在这个地方 行路呢极其危险 那么在传毁人亡的事件呢 频频发生在这里面 那么这张照片呢 是我们在解放前拍的 那么1958年整治航道 把这个礁石呢 炸掉过后 我们现在呢 才是大家看到的长江山下 没有这样的一块大礁石 立在这里面 所以呢八国的东大门 它天然的就有一把锁 把它锁住了 那么它这个 就是极大的阻碍了 就是八国跟长江中游 长江下游的这种交通情况 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也是以前的老照片 我们现在看到的 人民币 第四把人民币 十元的后面的背景 就是奎门的图像 那么奎门的图像 已经没有这个 也已经没有这块石头了 水晶柱里面记载过三峡 也记载过呢 这个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水晶柱里面 它对三峡的景色的优美 我不多说 那么这里边呢 它也记载了凶险 下水相邻 严肃主角 亡命极权 遭发白地 木脑江林 好 期间 千二百里 随城遇逢不以为及 那么也说 于个巴东三峡 乌下长远 明三省内三省 大家是不是对这个 画现的这些文字 感觉到很熟悉 即使没有看过水晶柱的 因为大家很熟悉的一首 唐诗 就是李白的 《招发白地》城 其实它的韵味 是一模一样的 我的理解 《招发白地》城 就是《招式白地》 《财云间千里江林一日花》 它绝非李白 个人的贫困的创意 它一定是依据了 《水晶柱》的这段画 然后它产生了 它创作出来的 一首千古绝句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同意我的看法 你看很多的 它的这个意境 它一首十四行字 它的意境 基本上可以在 这篇散文里面找到 所以古人对于一个创作 对于一个文学的 一个创作的使用 它并非凭空产生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 起源的故事 八国 我们既然说一个国家 它或者是一个民族 它肯定有自己的起源故事 我们中海国的展览 八国展 寻拔记的展览 它是在属于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系列 这样的一个系列里边的 那么关于民族 它的起源 应该是各有各的传说 那么在八国的起源 它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介于 我们可以在正史里面 找到八国主源 起源的故事 那么这个正史的故事 文字我会一一的给大家讲 大家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 这种起源故事 它是典型的 我们中国传统 历史神话的英雄 加女神的范式 就是它里面有史实的成分 但是也有一些神话的成分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 就是很多民族起源的故事里面 一种常见的范式 那么既然八人生活在大山大水之中 他的英雄的起源 他自然有他自己的文化和环境的烙印 深深地打上了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有几个环节 比如说领军 首先呢 他起源 他说英雄 他有超出其他人的技能 那么在五个部落里面呢 他首先把剑 可以呢远远地 把这个剑制进了远远的山洞里面 就像我们投鼓游戏一样 在很远的地方 就把剑甩进了山洞 那么他还可以呢 土传独服 就是他用土 输了一个船 然后呢 把人呢 站在这个土船上面呢 可以不沉 那么其他的几姓呢 几个部落的首长呢 派出来选派出来的选手呢 就都要沉到水底下 所以呢 他具有了操凡的能力 于是呢 他成为大家的共同的首领 我们成为呢 那么共同的首领 就叫部落囚 部落囚联盟的囚长 那么从联盟囚长 如果再进一步呢 就成为国军 那么这是八国起源的故事 那么文献里面也记载了 八国的国军死了过后 魂魄化虎 他的生死过后呢 他的魂魄化成了老虎 所以老虎呢 也就成为了八人的图腾 和崇拜的动物 那么八 领军故事的起源 不晚于春秋时期 那么一直到了战国时期 我们的八人 就是领军的后裔 仍然呢 对他的祖先 充满了崇拜和敬畏之感 同时也希望呢 从他身上呢 获取神力 于是呢 在他们的主要的乐器 代表性的乐器 虎扭存鱼上面 就雕塑了威风凛凛的老虎的形象 而在老虎的形象里面呢 在这个形象里面 同时呢 他们也把这个 自己对文化 对环境的记忆 然后刻在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铜器 青铜器上 比如说这里边有把铜筹 这里边有一个小船 一个一个独木舟 独木舟上面呢 有一个剑骨 这是骨 骨上面呢 有撒钙 然后上面是鸡 然后这个呢 像一个水鸟一样的 然后一个 一个 一个动物呢 我们称之为那羽人 羽人 就是长着羽毛的 长着翅膀的人 他们的飞行的速度很快 然后这个羽人呢 来击鼓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 华龙洲一样 羽人击鼓 然后呢 这个船呢 迅速的往前面走 有这样的一场含义 然后他把这个 这些图案 刻住在群体上面 与老虎 作为一种中心的 核心的异将 来表达呢 领军的后人 对于祖先的崇拜 那么同时 他的崇拜呢 到可以说 已经达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图案呢 就是老虎的嘴底下呢 还有一个人头 来给他做祭祀 就是奉献 这个人头呢 他大家看到 他长了一个独角鳩 我们称为呢 独鸡 锥鸡 就是一个 像一个锥子一样的 一个法型 那么锥鸡呢 也是八人的 一种法型之一 他跟我们南蛮地区 包括我们江浙一带的 古老民族 也是这种法型 就是跟我们中原地区的 法型呢 略有不同 这是一个民族的 一个标志 长江南岸 普遍的很多地方 都设定这种法式 那么我们不管 他是他是本民族的一个署名 就是李军的署名 还是呢 抓了一个战俘 那总之来讲呢 他是根据 他是给这个虎 作为奉献的 因为后汉书记载 李军史 魂魄四围白虎 八十一虎人 人血 所以人词咽 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所以呢 据此呢 我们考证认为 就是这个人 是来喂老虎的 虎四人 就是在考古学上 承起为虎四人图案 那么在近代呢 这种虎四人 或者是人对 八人对于老虎的 一个存在 基本上可以做到 做到在区域外面 一些人所共知的 一种文化现象 所以在近代的甘宝 写的《收神记》里面 就专门有一段话 叫江汉之欲 有屈人 齐先领君之苗一也 领君的后裔 就是能化成老虎 就是老虎能化成人 人还能化成老虎 就是这种虎和人之间 它可以互相幻化 这是这个区域外的人 对于下里巴人的一个认知 就是他们能够 互相变换成老虎 当然这是很有本事的人 才能达到这种程度 那么这种老虎呢 当然呢 它也用于保佑它的领君 保佑它的子民 来获得战争的胜利 那么在这个青铜葛上面 为什么没有人头的形象 而仅有呢 老虎张开一个雪盆的大头 那么我们基本上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老虎呢 这个葛上面的这个中极 有点像老虎的舌头 就是老虎的舌头 一直吐出来 然后呢 它希望呢 着到敌人的身体 然后通过敌 把敌人的血 顺着这个 起流到老虎的嘴里边 它是希望 它是有这样的一种 表达的意图 它并没有直接出现 人的形象 但是它仍然表达 它是一个 世人的这样的一种 文化的意象 那么在这幅图案呢 会更明显 就是老虎在前面冲锋 后面呢 有一个 有一个 脏骨 然后脏骨上面呢 是下面呢 是水波纹 就是水上作战 然后再下面呢 是一个冬笋 一个竹笋的形象 竹笋呢 是山区特有的植物 那么水波纹是 巴人的一个生活环境 或者是战争的一个场所 那么脏骨呢 是累起脏骨 鼓立人冲锋 那么竹笋呢 它是因为它具有 顽强的生命力 旺盛的生命力 新生的能力 所以呢 它表达的是 老虎冲锋 然后呢 脏骨 然后生命力 环境 它表达的是 这样的一层含义 那么更重要的是 下面这一点 这一圈里面 就是巴人呢 它不仅仅有自己的 独特的文化 它自己的文化 其实 其实是根植于 中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上海国务馆的 马 马成元 老馆长 老馆长马成元 他对巴蜀的青铜兵器呢 他专门有一个论述 他认为呢 这是具有强烈的仰慕 仰慕 西周早期的风格 就是说在800年前 西周早期流行的一些文化特色 包括这个兵器的样式 也包括呢 它上面的一些文化的表达的方式 在800年后的 巴人的这个身上 体现的非常的明显 那么我们可以说 它是文化之后也好 也可以说是呢 它对于一个传统的 一种坚守也好 总而言之呢 就是巴人对于周文化 是非常仰慕的 而且接受度呢 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从另外一点呢 我们称为礼师求足于也 就是在中原的礼崩乐坏之后 在巴蜀地区呢 仍然能够保留一些 周朝的中原地区的一些礼仪状态 这也是呢 我们中国文化的 传统文化的一个常见的现象 就是在中原地区 他们已经衰落了 各种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在边远的地区 我们仍然能够有所保留和继承 那么比如说这个 这样的一组图案 就是一个巴国的武士 它是双鸡 就是两个把鸡 手里面提着一把刀 然后这个左手呢 捉了一个人头 把人头呢 往守新文里面放 这是巴蜀的一个常见的符号 守新文呢 代表了巴国的 巴族的神灵 或者是呢 巴蜀和蜀族 蜀国 巴蜀地区 共有的一种神灵 那么把守新文放在这个神灵的守新里面 手上 他表达的呢 是对于一个祖先的一种虔诚的奉献 那么这种奉献呢 在周里里面呢 叫 献福受果 献福受果 就是那么在诗经里面 特意说 脚脚虎臣 再判献果 就是把果是敌人 头颅的意思 把敌人的头颅放在了敬献给祖先 他表达的这一种虔诚的一种奉献的思想 那么希望呢 祖先能够保留他 仗目不慎 就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意境 那么这种文化意境 其实就是用僧人做祭献 在中原战国时期呢 已经非常衰落了 但是在巴蜀地区呢 仍然有所保留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南土 南土是州对于巴国的一个分封 把巴国称为南土之国 所以呢 在这个左撞里面就说呢 巴土 巴国普国除我邓国 无南土也 说是巴是州之南土 那么巴国的都城 历史上我们现在在文学里面 可以看到的是巴之都 还有五个都城 就是其中一个是江州 现在的重庆 殿江是现在的河川 平都现在的封都 就是鬼城封都 浪中就是现在的浪中 仙王陵墓 坐在治 治是现在的福灵 我们在中海博这个展览 展厅里面 很多展出的文物 都是在治理取出来的 因为仙王陵墓 躲在治 就是陵墓里面 取出来的东西呢 往往是又多又好 比遗址里面 取出来的东西要好 所以呢 有这样的五都 但是这五都呢 我们如果从地图上看 都基本上都是在 沿江沿河地带 就是沿江沿河呢 是巴人呢 一直看重的生活的区域 这跟我们现代人们的 思想和认识呢 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福灵小天西的 一个环境 我们这个展览里面的物品 很多都是在这里面 就是在这块区域 划出来的 这是一个 这边这个墓呢 是一个最大的墓 现在我们所知 隋藏品呢 也仅仅只有150把件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 前面的 话来说 巴人 没有千金之家 亦无动恶之人 就是哪怕是王室成元 他比中原 我们比如说在楚国 还中原地区的一些 诸侯的墓葬里面 动辄几千件 套文物的出土 是不可同志而语的 包括他的规制都要 相对要低不少 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我们复原了一个巴王的形象 我们希望展示什么 因为在一个巴王墓里面呢 我们除了御主佩 除了御壁 除了御主佩 为什么要把巴王的手里面 拿来拿一个御壁 这是因为按照周礼的记载 我们前面讲过 巴人对周礼是一个 非常的景仰的一种利益 而且在他们身上 也有所保留和传承 因为文献 这个周礼记载呢 就是叫什么 叫公爵 执币 执规 公爵执规 执爵执币 就是巴国的国王呢 开始是在周初分封的时候 被分为巴子 他是属于执爵 那么执爵的身份呢 他在祭祀的时候 按照周礼 他就只能手拿御壁 他不能拿御规 这是有等级的要求和规定的 所以我们把他手里面 拿了一个御壁 他为什么 第二为什么不站在宫殿 宫殿里面做祭祀 因为我们在 华阳国之 在文献里面 查到了巴国的祭祀 维越孟村 塔基比亚 就是维越孟村 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的 就是正月 孟村月 正月 那么塔基比亚 塔是水塔 巴国既然在水 水生环境 那么对于一个水上的动物呢 也是非常重视 在祭祀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采用的水塔 这样的一种水生动物 来对一个祖先进行祭祀 勇言孝识 像是孔雅 所以呢 虽然下里巴人 他们的生活的这个富裕程度不高 但是他们对于一种这个礼仪文化的热爱 以及呢 对于一种人的一种本性的孝顺呢 对这样的一些认知 其实跟其他区域的人们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那么这组图案呢 我们展示的 是一个巴国的国君站在一个荒野上 然后在塔基比亚 就是在一个山崖下面 或者是山顶上 祭祀 展示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么巴人呢 他既然遵从周礼 他很多的习俗 我们在墓葬里面发掘的文物上面 是有所体现的 比如说用银壶和这个祖斗 做祭祀的祭品也好 做生活的实际用品也好 他们是严格的按照周礼来进行的 那么这巴人的生活中间呢 因为他的这种生活的富裕的程度不高 所以呢 往往会出现了一气多用的情况 可能他既使用 既用在生活中使用 也同时呢 在这个在祭祀的场合使用 一直当着 除非是把他买在墓里面去了 就什么都不用了 就有死者享用 那么我们不能截然把它分开 是生活还是墓葬里面用 但是根据周礼记载 在祭祀是往往会先出酒 然后呢 再把吃的东西呢 端上来 先把酒给大家倒嘛 然后呢 再上食品 这是周礼记载 是我们华夏文化的一种传统的习俗 那么在这里呢 关于这个组合斗呢 在我们中海国的展厅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呢 要纠正大家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就是人为刀主 我为鱼肉 两千年来 大家这个 这个成语呢 一直为大家呢 所熟悉 以及呢 所互相之间的 这种传送 那么我们现代人的理解 就是刀主和鱼肉 一定是砧板和砧板上的 要带切割的食物 有关系 叫人为刀主 我为鱼肉 但是这是因为 因为我为什么说是误区 这是因为汉代以后 我们对于主的 对于这套东西的认识 发生了模糊 所产生的一种认识的误区 这不怪我们大家 也包括我们百度百科都说的刀主 刀主就是 主就是砧板 在汉代以前 煮和暗和挤和针 针板 它们的区分是非常明显 是很明显的 它们是在不同场合 使用的物品和器具 那么这种煮呢 它就是在宴席上 才会摆煮 在厨房里面 就是针板 菜板 用这样的一种称谓 那么所谓宴席上的煮 它怎么有可能来 作为分割和切割 食物的这样的一种 砧板呢 这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呢我们 所以防快这句话 因为防快是个杀猪匠 所以大家觉得呢 它就一定是在厨房里面 给厨房用的 或者是在菜市场用的 实际上呢 这个是对于一个主的认知 产生的误区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 人为刀主我为鱼肉 实际上是在宴席上面的一个流程 因为当时在宴席上面 你要分割肉 你一定会在组上面呢 用刀来进行一个切割 所以呢 防快的意思 本意 它对刘邦说的话的本意 一定是在一个 享用食物的过程中间 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联想 就是才会出现的人为刀主 我为宇宙 这样的一种说法 大家可以到全国科技博物馆 都可以看到 但凡称为组的 先期时期啊 叫组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器皿 它一定是等级非常高的 它就不可能去用来做 蒸把和拆把 那么这个组上面呢 也有很多的机关 包括它的 上面的痘 以前呢 在除土的时候呢 都是摆在 这有痕迹 都是按照这些小方口 然后一个一个的摆上的 稍微有一点错位 我们还可以看到呢 2000年前 一直在墓里面放着的 出现了绣横 以及我们做了一个浮原 叫 因为这个组的底面 就是在这个面的下面 有五个引地的小挂钩 这五个小挂钩的用途 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认为呢 它是挂为慢用的 就是挂这种 我们简单一点讲 就叫挂桌布 就是挂桌布 当它这个 一个很隆重的场合 它会有一些红布 然后挂在这个组下面 然后一直垂掉下来 就像我们桌布一样 显得特别的庄重 特别的有这种仪式感 好 那么在 在在一里里面 也专门有介绍 就是 当它这个组呢 有挂 有垂 有挂红布的 有不挂红布的 那么什么时候挂红布呢 叫 什么 这个红布就叫 挂红布就叫静 叫特仙兽 那么特仙兽 特别鲜美的动物 当它有特别鲜美的菜 上来过后 我们可以挂 就可以挂这个红布了 那么就后人考证了 所谓的特仙兽呢 就是羊 羊就是特别鲜美的动物 当你要吃羊排的时候 那么就 应该把桌布 铺上了 那么你吃其他的动物的时候 可以不用铺桌布 这是文献的记载 在这里面呢 就是有八个洞 我们在这个小田西墓里面 一个组八个洞 那么这八个洞呢 其中有一个洞上面呢 我们可以明确的 可以感受到呢 它的一个附着物 就是动物骨骼的附着物 这个动物骨骼呢 明显的 它就是一个鱼腮骨 这个鱼腮骨呢 在身上附着 那么它跟文献记载的 鱼海 就是一回事 相当于是一个鱼肉酱 鱼酱用一个鱼骨酱 有这样的一道菜 那么周里也记载了 八个洞一般装 哪八道菜 就是有秋葵 有田螺 有牛肚 有这些 有棒 有这个蚂蚁卵 有猪排 有鱼等等 这些菜品呢 其实大家 从现在人看来 这也并不是多豪华 多不得了的菜肴 除了蚂蚁卵 我们不太敢享用以外 其他的菜肴 其实也都已经 端上了平时 老百姓的家 家宴上面 那么在这个鱼 在这里边呢 我们能够确认的 是八王的这个饮食里面 肯定是有鱼痕的 那么其他的东西 我们不敢确认 也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我们不敢确定 但是总而言之呢 他一组八豆 八个豆这样的一个 一个配置 它是跟周朝的礼仪 是相对应的 也是有意的迎合 这种仪式感的 这是没问题的 那么这次呢 那到中海博来寻展的 另外一件仲器呢 就是我们小田区的鸟行尊 也是出土在小田区 就是做一个鸟一样 这个鸟到底是个什么鸟 我们不敢确定 因为它像龙一样 把我们中华民族的龙 大家知道 是把很多的不同的动物的体态 组合在一个动物上面 然后称之为龙 这个鸟行尊呢 同样也有这样的架构 首先它的耳朵是大象的耳朵 它的鼻子是个老鹰的鼻子 嘴是一个鱼的嘴 然后身子呢 是鸽子的身体 脚呢 脚扑呢 是鸭子的脚扑 它把很多的动物的形态 组合在一件动物上 这也是我们三峡博物馆 艺术性最高的一件青红器 我们有很多的文创 就基于这个来做的 那么这个耳朵尊呢 这是巴人的发明嘛 我们也不敢完全说 就是巴人的实际上很多东西 它跟它看着于其他的文化呢 有相近的地方 似乎呢 是有模板 有这种传承 有流变 但是呢 它同时呢 它又体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西州的鸟 鸟形同尊 这是西州时期的 我们这个是战国的 这是西州时期的鸟形同尊 好 这是三西的 三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和馆标 就是鸟形同尊 这是春秋的 那么西州春秋和战国 它们看着有点像 但是呢 我们细看呢 它又不一样 那这种东西呢 你怎么说 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 演变关系 我们说八文化 刚才前面主持也说有很多的戴解之谜 这也是其中一个 到底是它是自己发明的 还是根据前面的一些传承 外地流传在我们八国的 下里巴人的区域的 我们现在敢确定 就是就这点上来讲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巴人呢 往往会把其他文化的一些先进的产品 然后引进过来 然后自己呢 对它进行一个改装和再造 形成了自己的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一个物品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虎扭存鱼 它同样也是有 也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因素的 存鱼并不是巴人的发明 我们其实我们中海博很多热爱博物馆的朋友 可以看到南京博物院也有一套的存鱼 这个存鱼呢 外地的存鱼引进来过后 然后给它加了一个老虎的一个挂钮 形成了那八文化特有的东西 这是那八国很多清风器上面 表现的文化的元素 巴人的乐器很简单 主要是三种 存鱼 钟和针 那么它的使用方式 下面呢一一座展示我不多说 但是巴人对于一个乐器的一种感受 它特别的与众不同 所以我们在《华阳国之》里面有个记载 他们对于乐器的感受 更多的是从一个品行 从一个理的文化 从一个文化的一个角度来感受呢 乐器的一个味道的 就是说它并不关注你 乐器到底有多么美妙 声音有多么美妙 而是从这中国的传统的理文化中间 才得到了一些认知和感悟 比如说在这个《华阳国之》里面说 维德时宝 就是它突然上升到品德的高度了 那么富贵何尝 我是古人 令文令旺 它的名称直接就叫古乐 就是它欣赏古代的乐器 听完过后 它获得了如下的感受 那么这种感受呢 是一种很简洁的 很表达很有道德层面高度的东西 但是呢 这个是巴人的 他们真实的内心的世界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这是它非常与众不同的 可能所谓的夏里巴人 他们欣赏不了呢 非常高雅的音乐 但是他们从这种美妙的乐声中间呢 他也能够获得他自己想要的一种感受 自己想要的认知 我觉得从这句诗 这句诗 这句简短 短诗是非常有意境的 那么在下面呢 说的蓝图李悦呢 它也是表现的霸与伍 就像说巴人既然善于唱歌 夏里巴人 那么同时呢 它肯定呢 也擅长跳舞 那么霸与伍在这里面 就是一个铜虎上的图案 它表现的是一个 这是一个中心人物 一个国王或者贵族 坐在这上面宴饮 下面是敬酒的 然后在下面呢 它是坐两层楼 住在两层楼 楼下呢 是桥边中的 然后在下面空地上 是跳舞的 那么桥边中的人和表演的姿态 这个上面的人 他是看不到的 但是声音可以传上来 他目光所及 主要是在下面这个平地上 跳舞的这群人里面 那么文献记载呢 八人的八与舞 它是一种舞舞 藏舞 跳舞的人呢 手里面往往拿着兵器 来进行舞蹈 在有学者研究呢 这个八与舞是36个人一组 然后呢 拿着这个兵器 在上面 在平地上跳舞 非常的雄壮 有这种威武之气 那么在这个文献里面有记载呢 说这个周五王伐咒 八属的两地的人们呢 都参加了 士兵都参加了周五王伐咒的战争 然后呢 前歌后 歌舞以黎音人 就是呢 来领主呢 这个商朝的军队 这样的一种传说 所以在汉奈的宫廷里面 就是有八与舞这样的一个舞种 它的本质上 它是一种 根据战争中的一种姿态 演化出来的舞蹈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小天西的变中 这是整个西南地区 唯一的一套变中 因为有14架 它 雕塑 这个铸造的是非常精美的 但是从体量 从个数来讲 在正后一幕变中 正后一幕变中是65件 它们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种差距 其实也代表了 两个不同区域之间的 一个财富急剧的情况 同样都是诸侯一级 或者是这个王室一级 他们的这种财富差距 是相当大的 战争呢 是把人非常看重的 所以在很多的国家的财力 是把它用于了战争 包括汉章红做的 割毛若利牙齐缤纷 这个在八国的地域呢 是体现得非常充分的 但是基本上 韩式可能就会在 佩戴短刀或者短剑 所以青铜剑毛割击 它表现的是一个 八主英勇善战 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包括呢 头盔 头盔我们这次在 中海膜展示的 两件头盔 一大一小 这个小孩的头盔 非常小 只有直径 只有17公分 那么据这个体制 人类学的研究 就是一般呢 可能超过七岁的小孩呢 就基本上带不下去了 那么由此呢 在这一个墓里面 出这两件头盔 由此呢 似乎可以说明 就是八国的 这个国军 从小呢 就会受到军事训练 然后呢 长大了 成为一个合格的指挥官 那么这套东西 在一个 在同一个墓里面出现 它能够展示的是一个 车站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配置 就是由近端用轨 中间架马 远端的射箭 这是一个车站的 一个基本的人员组合 像坦克兵一样 它有这样不同的分工 来完成了战争的过程 八国最有名的将军呢 除了这个 除了领军以外 我们就 可以说的就是 八曼子 八曼子的故事呢 很神奇 就是 就是八国发生那一乱 然后八曼子向楚国求兵 然后楚王说 你拿什么回报我 八曼子说 我给你三个城 然后呢 楚王太平灭了过 太平乱 协助八国平乱过后 这个八曼子呢 又反悔了 就说城呢 我确实我不敢答应 因为它是属于八国人民 共有的 我轻易答应你呢 是不对的 当时呢 四级从权 但是呢 我为了不反悔 我把我的头割下来给你吧 然后呢 又把他的头 就是当场自吻 然后楚王非常感叹 不再向八国求求 要索取成词 那么八国呢 这个八曼子呢 也成为八国和楚国 共同景仰的 一个著名的将军 这是一个英雄人物 所以呢 一直到现在 我们对于重庆人 对八曼子呢 是充满了景仰的 当然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 也有人认为 就是八曼子不讲诚信 就是你开始说了给城 为什么最后不给城了 后来我们三峡馆的老馆长 他的观点呢 是很有价值的 很正确 他说当一个人 把自己的生命 抛之于这个之外 那么这个所谓的 成信 他就不是我们平常人 所理解的成信的概念 所以现在呢 就是在我们重庆 还有八曼子的一关中 年年的有对他进行祭祀的 那么马成元先生 对八楚兵器的认知 说他具有强烈追目中原的气象 那么主要是体现在柳叶剑 你看他的剑像柳叶条一样 那么这种剑呢 他才可以实现像远远的山东 投资准确的自剑入血 就是领军的故事 那么他如果是用戴格的剑 或者用长剑 那是没有办法投资的 所以他比一般的剑 他的优势在于便于投资 也便于了晋升搏斗 便于山地行走 那么他的公尔毛 公尔毛 所谓的公尔毛 就是他的两个细绳的穿 像一个弓箭的耳朵一样 我们称之为公尔毛 这是巴蜀兵器的毛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那么这个公尔毛上面有很多图像 你比如说这个图像 这个像个中括号一样 它是一个代表的是一个神秘的空间 这是一个老虎的形象 这是一个青铜面具 青铜面具下面是一个水草 水草是水波纹 下面是铜骨 这都跟巴人的信仰 巴人的生活环境 它通过巴蜀符号集中在一起 而且这种符号非常简洁 又非常难读 就是巴蜀符号被认为 是现在我们世界上 年代最晚的 还没有办法 无法识读的一种古老的文字 就是我们这些符号 我们一看就知道 不用上学 就能知道这些符号的意思 有点像看图十字一样 但是这些符号 当它形成组合 代表什么意思 它就是如何来解读这一组符号 就是准确地解读 这一组符号完整的意思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那是八国的战旗 这是古文革 这是蛇形月 就是它这个月像个舌头一样 那么这个月中间刻的文字呢 两杆大旗 两杆大旗中间一个正门 这是一条路 似乎呢 人顺着这个木 顺着这条路进入了军营 表达了这样的一场汉意 就是它整个像舌头一样 蛇形月 或者是烟荷包月 就像我们中原很多的陕北的老乡 他们都是抽烟 盐盐盐盐盐盒包 这种月呢 也是八五化 八属龙化的特色 往往呢 就是这些冰机的使用呢 当然离不开气饭 那么这几间气饭呢 是在我们在三峡五保护中间 发现的就是一些 建饭 月饭 毛饭 这个竹饭 葛饭 这把饭呢 是我们复旦大学考古队 在重庆取出来的 取出来一把 所以上海人民呢 对三峡五保护 对于我们这个展览 也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他们的材质呢 都是红砂石 红砂石 它不是泥饭 不是陶饭 泥饭陶饭呢 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一次性的用品 而用红砂石饭呢 它可以多次使用 可以重复使用 这是它的优点 那么红砂石呢 也是四川粉底指红土 土壤 它的三体的一种食材 的这种 是一种非常便捷的 可以在上面做一些雕饰的 这样的一种 非常便捷的食材 那么在 我们根据这些 食饭结合图像 做了一些八国 兵工厂的一个设计 那么八国的兵工厂呢 这是汉化 兵器架 这是各种各样的兵器 那么八国呢 它生活在山区 我们发现呢 它的军械工厂呢 往往是一种小规模的 作坊式的一种生产 所以呢 它的兵器生产出来呢 自私化不强 各种各样的都有 那么 这是一个 这个豆上面呢 刻满了图案 也表现了 有表现战争的 有表现生活的 有表现生产的 这是一组战争的图像 整体上就是工程 这是工程 然后呢 水陆交战 上面是陆地交战 下面是划船 这是盾牌 这是大棋 这是战棋 表现的这种一种 很激烈的一种交战的场景 我们前面讲的是 王室 将室 接下来呢 再讲平民 平民的这个生活呢 主要 它的生产 主要是靠鱼 靠盐 就是夏里巴人 他们的主要的产业和生业 是这种模式 首先呢聚落呢 它选址呢 往往既然是有善优势的地方 它一定是在山边和水边 进行的生活和生产 只有特殊的情况呢 是比如说是在这个半山腰上 这种半山腰上是特殊的情况 平时在这些地方生产 他们选择自己的一个居住地 往往呢 是基于呢 地度水势所不及 就是涨水 它打不到 一般的常年的涨水 打不到这个区域 那么他们在这个地方选择 就是最大的水的时候 可以淹到他们的山脚 脚下 往这淹不进家里面 好 那么往往是选择 选择这样的一个高度 当然那很高的时候 形成水患 比如说大雨滞水 洪水泛滥的时候 他们也意味着要 逃荒和逃难 但是他们的逃荒逃难呢 跟我们长三角 跟我们江海平原 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们不需要长途迁徙 他们往往就近后靠 就是搬到山上居住 然后呢 等水下来过后呢 再遇到山脚生活 他们的移动的距离 要比我们平原地区呢 要少很多 这也是山区人民生活便利之处 那么他们选择的居住的样 居住的房间呢 也与众不同 往往呢 使用的是吊脚楼 所谓的吊脚楼呢 那就是在一个房屋里面呢 就是修房子的时候呢 往往一半呢 搭在山壁上 另外一半呢 用木棍支撑 然后在河边 这是 这是100年前 重庆 就是我们现在 重庆朝天门旁边的 一个码头上的 一个居所 这个居所呢 是有密密密密密密密的竹竿 把房子呢 支撑起来 好 但是它另外一半呢 它跟赫兰氏建筑部一样的 但是另外一半呢 又是搭在三崖之上 所以呢这也是呢 八人 夏里八人 他们的居住的环境的 一种不同的特色 但是这种环境呢 大家都知道 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 就是特别密集 木做的太多 所以往往呢 一旦死火呢 整个一大片就全部被烧掉 所以这个火灾是最危险的一种 灾害对于一个吊脚龙聚落来讲 八人使用的吹气 大多数是腹 一直以来他们长期使用的吹气 那么这个腹呢 在花像上面也可以看到 那么在这里边呢 这一组桃豆 跟我们小天西 那个一组八豆 差不多 样式差不多 只是说呢 它跟国王和贵族使用的不一样 平民老百姓呢 往往使用的是淘气做的豆 那么这种淘豆呢 文献里面有记载 一般的呢 在古代的 既然的八人 夏里八人 他们 生活不是很富裕 那么往往呢 在有 有食物的时候呢 往往先给老的吃 就是这个豆呢 在以豆为一种计量单位 一般老人呢 老人会吃六个豆 就是吃六碗饭 中年人主要劳动力呢 吃四碗饭 然后小孩呢 吃两碗饭 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人 这是文献里面有记载的 就是夏里八人 他有这样的一种习俗和传统 那么用船 是我们八人的 非常 擅长的 叫战士 他们特 包括呢 对船有特别的依赖 这件船呢 昨天 昨天 马英九先生呢 来三天湖晚餐观 特意提出 特意提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讲解员 告诉马英九先生 说这个 八人呢 生前使用船 死后呢 用船 作为他的藏具 马英九先生就问了一个问题 这是昨天发生的 说那我怎么没看到奖的 他的奖 到哪去了 然后我们讲解员 我们专家赶快说 这仅仅是用作藏具 他不是说 把所有生前使用的物品 原状 不动的 呈现在墓里边 然后马英九先生才 释然 特意的 他对 所以说 他对这个木船 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们称为 就是 生前作为 生产 生活用具 死后呢 作为了藏具 我们称为 再回之舟 这是我们 重庆发现的 最早的陶船 大家 我相信中海国的听众很多 对这个船 船模是非常感兴趣的 那么大家一定对广州 出土的一个陶船 现场中国博物馆的 国家博物馆的 非常熟悉 那这是重庆 在 在三乡物保护过程中间 出土的一个陶船 非常遗憾的 它只有半边 只有 只有一半 就是这边缺了 这边有缺水 但是我们如果 从这一半的 可以看出来 是什么呢 就是战国的船模 战国人 这个汉代 这是汉代了 汉代人使用的船呢 也是凋梁化动的 这也不是普通老百姓 做的大渔船 你看上面有卷云纹 有这个木 有木座的横迹 下面呢 又有水果纹 在船悬上 它也是一种 非常精致的工艺品 即是在两千年后的今天 好 那么用 鱼网罪 他们用这种网罪来打鱼 然后把青铜器上面呢 刻画了很多鱼的图案 这是他们的生活的 主要的来源和物品 所以在唐代的杜甫 上面有一句诗 叫巴同荡奖 骑测过 水鸡咸鱼来去飞 形容的是 夏里巴人故乡的 一个非常唯美的 生产劳作和生活的画面 好 这是夏里巴人主要的 这个 打鱼的方式 其实跟我们现在差不多 两千年前跟两千年后 虽然它是汉化记载 那么再往前到战国 应该也差不多 那么第一是钓鱼 降边垂钓 第二呢 是用鱼网打鱼 第三呢 是用这个竹篓 把鱼那扣住扣鱼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 这个鱼牢的区域 应该这些方式 仍然可以看到 在民间 在民间仍然可以看到 那么岩呢 是巴国的资助性的产业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 两千两亿年前 重庆四川盆地 跟我们上海也差不多 它同样是一片望洋大海 那么随着这种陆地的这种 这种山体抬升 陆地的浓起 那么这个海洋的海水 逐渐退却 所以现在的重庆 才成了著名的山城 在两亿年前 同样是一片海洋 那么它遗留下来的 这个遗产是什么呢 就是石岩 那么这些石岩呢 它固化成岩城 然后在山体中间 埋藏在山体里面 但是当有水 有山体里面 有这种河水 从山体里面穿过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岩城 稀释融化 然后带出了山体之外 那么老百姓发现 就是山体里面流出来的泉水 有咸味的时候 他们就会采集这个岩泉 然后进行一些加工 然后把它形成了 一个可以销售 可以食用的产品 那么这种产品 在重庆地区 我们称为滋留岩 它跟四川盆地 跟川西成都平原的井岩就不一样 井岩你必须要打井 往下面挖才有 那么这种滋留岩呢 它是从山上自动流出来的 所以它的工艺的要求呢 相对来讲呢 滋留岩的工艺的要求 要简单的多 那么它的这种成为产业的状态 也比成都平原的要早 所以我们有个八言 这是这个里面记载的 就是八言基础 足简里面记载 岳路书院场景里面记载了 讲了一个故事 说八国的言 十言 然后到楚国呢 小说到楚国的地区 洞庭湖地区的人们 就是这个政府派人呢 来这个来运言 这发生在勤灭六国之后 专门呢 就是把这些将军 发配六国的将军 发配到洞庭湖铸城 然后呢 农贤的时候 就把他们铁骑竹 把他们脚上带上铁链子 让他们呢 到八 夏里八人的家乡 来把盐背回去 以前一直叫穿盐基础 无盐基础 就是长江中游地区呢 是比较缺盐的 但是它的两头 上游和下游 都是生产食盐的地方 那么在战国时期 我们从这个 竹简上面的记载 可以看到 在战国时期 这个八言 就是上游的言 就开始呢 往两湖地区呢 输送 秦并八蜀 我们后下面讲的时候 秦并八蜀 就是秦为什么要灭八蜀 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故事 就首先呢 就是说法不一 就是站在秦国的角度 说呢 八蜀发生了内乱 我们呢 就是帮他们评论内乱 然后呢 我自己呢 就是有美名 然后又可以获得他的地利 然后八国的文献呢 讲的是 不说我们八国 确实发生了内乱 然后我也确实呢 向秦国求了救 但是秦国灭了 把救完我过后呢 就是贪图我的富贵 然后就一直留下来了 它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很残暴的 天下苦情久矣 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国 一个一个一个国家 然后呢 对我们呢 也很残暴 这这这这这这 这就是说不出 站在不同的角度 对于这个事情 这个事件 它的产生呢 它会有不同的 呃 记载和描述 其实历史 或者政治 往往如此 我们古往今来 类似的事情 实在是数不胜数 但是我们从这个 简洁的兵器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八国的兵器最好看 它上面有很多的图案装饰 就是它的艺术价值最高 但是它的实用价值 是最低的 跟秦跟储的这个比较 它的实用价值最低 那么秦代的兵器上面 它往往很多都上面有刻字 就是谁谁是监工 谁是生产的 哪个地方生产的 它都会刻在上面 这有利于追责 好 那么相对来讲 在八国在楚国 就没有这种现象发生 于是呢 我们几乎可以认为 呃 从这个军事实力 国力的强弱 从兵器上的对比 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而这是杜亮恒 那么战国 这是一件储恒 呃 这件储恒呢 并不是夏里巴人使用的 而是楚国人使用的 那么储恒呢 它的是 它的伎量单位 跟这个 跟秦恒不一样 所以呢 秦统一杜亮恒呢 它有它的集结的意义 就在于 就是大家做生意呢 就更公平 就是当你杜亮恒不一样的时候 大家伎量单位不一样的时候 就不是你吃亏 就是我吃亏 这没有办法做生意 但一旦全国大范围的 统一一个杜亮恒 那么大家这才显得公平 呃 秦对于巴蜀地区最大的影响 就是 蒜头糊 各种各样的蒜头糊 这是秦文化代表 星期五 他灭 其灭巴蜀过后呢 这种蒜头糊 这种气形 在巴蜀地区广告会流行 那么这是在设置在设置的均线 那么即使秦灭巴蜀 下里巴人的文化习俗仍然一直有所保留 像这边呢 比如说它的用斧的传统 就是对于斧啊 这个同斧铁斧 同斧铁斧桃斧一直不断 我们现在呢 在巴蜀地区呢 仍然有这种用这种用顶锅顶冠的这种习俗 那么这是跟山区人们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的 不论朝代的这种形体 它可能对于很多的文化事项会产生影响 但于对于一个基本生活面 特别是对于一个环境对文化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生活面 它是影响是相对来讲更有限一些的 下里巴人有下里巴人的文化和习俗 那么土家风情呢 它表现的是 首先是六月六之锦 我们从西兰卡普 这个号称西兰卡普 这边有一个有一个皇帝 这个皇帝呢 我们又现在有两种说法 这个皇帝 一个说是领军 一个说是呢 这个太阳神 好 这是六月六呢 是土家族最盛大的节日 往往呢 就是也被称为丰寿节 也被称为和神节 祭和神 那么青江地区有个民谣 向王天子 向王天子呢 他们认为就是领军的化身 叫向王天子 向王天子一只脚 吹开青江一条河 然后呢 下里巴人的母亲河 说这是青江流域 是下里巴人的母亲河 那么青江流域呢 当然呢 它也是领军故事的发生地 大致呢 也在青江流域 那么关于这个西兰卡普呢 他有一个典故 就是产生的起源的这种典故 土家故事叫白果姑娘 就是他收到了诬陷 然后呢 他自己在直径身亡 然后呢 这就父亲 父亲呢 把他这个伯伯打死 然后呢 他画作了白小鸟 然后他心灵手巧 然后呢 土家族呢 为了纪念他 把他呢 作为一个纺织女神 来纪念 那么他也成了西兰卡普的化身 土家族风情的毛骨丝呢 这是国家纪飞翼项目 一个非常原始粗犷的舞蹈 在湘西地区呢 非常流行 最后呢 我们说一说呢 就八人的品性和精神 之前呢 我们在文献里面有所介绍 但是呢 当我们需要以现实的意义 来表现八人的品性和风情 和风俗的时候 我们赋予他新的安逸 那么第一呢 他是适应环境 坚人顽强 第二呢 天人合一 敬畏自然 第三是追目先进 善于学习 第四呢 是天性尽勇 自治好义 这是我们以新时代的语言 对于一个八人精神的 一种表现和展示 我不知道主不顺确 但是这是我们根据各种文物 各种的这个文化的记载 内容文化记载 我们提炼出来了 八文化的一个精神和品性 并且呢 把它作为我们的展览的 整个展览的结语 最后呢 今天的讲座呢 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垂听 谢谢 好 感谢彭老师的精彩讲座 相信呢 收看直播的各位 也一定都和我一样 受益匪浅 那么在前期的预告阶段 以及在 呃 观众们在观看我们这个 寻八戒的展览的过程当中呢 也都有不少观众提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呢 从中挑选了几个 请彭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呃 呃 是这样的 第一个问题呢 那就是巴蜀文化常常一并提起 那么二者呢 在分布的地域上也都有交叉 在一些呃 丧葬等一些风俗习惯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那么我们是呃应该怎么样去区分这个巴文化和蜀文化 呃 我们称之为晚期巴蜀文化 早期一段呢 是好区分的 比如说在蜀文化 我们讲的早期早段的叫呃 这个三星堆金沙 这个是这个这个文化 这个文化呢 其实主要呈现在川西地区 那么川东地区也有 但是川东地区有呢 他跟这个川西地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是吧 就是我们也我们川东地区 比如说我们叫三星下下商时期的文化 在川东地区 在重庆地区 我们叫三星堆文化 辖江类型 它是作为一个川西的一个蜀文化的一个类型 我们来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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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那么关于这种晚期的巴蜀文化 就是到了战国时期 巴蜀文化的这种同质性 同类性啊 就是特别的强 可能刚可能我们主持人问这个问题 主要是在战国这一段 巴蜀文化如何的区分和联系 那么我能够给大家解答的是 第一呢 从地域的这个风格来区分呢 我们基本上在四川盆地呢 以嘉陵江为界 就是嘉陵江的东部呢 它是八文化的一个辐射 就是覆盖区 那么嘉陵江以西的区域呢 大致是这个蜀文化的 分界的覆盖区 从地域上来讲 是这样的两个 是这样的两个 两种差别 那么从这个 从文化的表现来看 可能在一个八国的这个兵器 兵器的一些 比如说啊 就是在在在这五牛存鱼 就是这样的一个器皿 相对来讲 它的从它的量上来讲 就是八就是八文化区呢 它的这个数量会更多一些 那么属这个属 属文化区呢 相对来讲更少一些 所以这个这个华阳国字里面呢 专门有一段话记载 叫八除降 属除像 就是这个可能属呢 更多的偏文化 偏这个这个这个文人化的 这种物品会更多一些 从总体来讲 它们之间的差别 就是晚期这一段的八属文化 就是藏国时期 它们的差别并不是太大 其实区分下来 截然把它分为八或者属 其实是很困难的 就是如果我们脱离文献 仅仅是从这个我们展品 从我们文物上来讲 把它们截然的区分 其实是很困难的 早期一段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传官 我讲的传官是八人传官 但是后来在楚文化区 同样也发现了很多的传官 而且等级还相当高 所以我们现在就对传官的这种称谓 也是比较笼统的称谓 八属传官 就是两地都有 它未必是一定是八人的 或者未必一定是属人的 这样的是截然的 骤然的把它区分的 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标识器 并不多 这个问题很好 我只能解答到这个程度 感谢彭老师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 就是有观众提问 关于八国的记载 很多感觉都具有很强烈的神话色彩 那么这些神话在八国的文化里 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些神话对于八国 我们观众去了解八国的历史 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黄老师 好 是这样的 这个神话色彩 其实不仅仅是下里八人的文化里面才有的 我们整个南方地区何尝不是呢 比如说我们在无文化里面的说的太波陶屋 其实这里面也有神话色彩 很多人认为太波陶屋 并不是逃到现在的东吴这个地方 而是就在陕西的某一地 包括我们在云南的 包括贵州的 包括我们江西一带的 很多其实神话色彩 并不仅仅是在这个重庆地区才有 但重庆地区确实比较多 这个比较多的 第一是领军的传说 是吧 是一个比较 我刚才讲的比较神话色彩的 第二呢 是盐水女神 甚至是乌山神女 大家都知道到乌山有乌山神女 乌山神女 那它也是一种神话色彩的文化 那这种神话色彩的文化呢 其实它归根到底呢 是跟乌文化有关系 那么我们大巴山 就是从地理环境来讲 大巴山延伸下来 有个大乌山的 大乌山山脉 就是一直通到了五零山 那么大乌山这个山脉的周边地区呢 就是乌文化 特别的特别的发达 所以我们现在在重庆还有乌山乌西 其实它都是一种乌文化残留的地名 2000多年一直都没有变过 那么乌文化呢 它就就就 就它的特色体现在什么呢 它不仅仅是一种封建民心 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层级和沉淀 因为毕竟早期呢 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对于 从乌文化到这个 到一个比较文明的科学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之所以乌文化在这个区域 特别的发达 那么产生了更多的神话的传说 这是跟 我认为这是跟环境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环境就是在大山大水的环境 在我们古老的人群 他们对于一个自然的一个改改善的能力 并不强的时候 他们往往的对于一个自然的敬畏度 比其他区域的人呢要高一些 所以说更多的呢 在他们的文化的层面上呢 会产生一些呢 具有神话色彩的一些文化 我觉得这是环境决定了呢 就是一个文化特色 这里面呢也包括呢 就是一个大山大水比较险恶的环境 决定了呢 就是神话色彩的文学的产生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谢谢彭老师 第三个问题 我们观众热情很高 提的问题很多 第三个问题是 在我们这次寻八季的展厅中 专门设置了一个盐业生产的场景 那么盐业生产 对巴人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以及在他的生产和生活中 有哪些重要的影响 盐业生产 我刚才在客家里面讲过 盐业是八国的支柱性的产业 有很多学者呢 曾经考证了 这个楚国 然后进攻八国 和秦国建攻八国 都是为这个八国的盐所吸引 然后才来到了 才发生了这些战争 我个人觉得呢 倒没有这么大的魅力 就是足够引起灭国之战 然后让这个 因为一种天然的资源 引起了灭国之战 我觉得倒没有这么大的魅力 但是呢 八十年呢 对八国呢 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既然称之为资源产业 它一定呢 就是在当时 在战国时期 它用于周边的交流 交换交易 或者是普通人们的 这种生活所需 它是产生了很有价值的意义的 虽然当时的交易 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八国的钱币 更多的是以物物交易的方式来进行的 但是从这个 从从这个 从这种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来讲 目前我们还看不到 就是超过比食言更有价值的 早期的资源配置的情况 当然也有说是单杀 但是单杀是比较晚一个阶段的了 那是那是另当别论的事情 但是就以言来讲 它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力 我们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 但是在汉代 它的影响力就非常强大了 从秦代我讲的这个八言基础 这是发生在秦代的事 那么到汉代的时候 就是八文化区 加里巴人的区域 能够快速的迅速的 融入中原华夏文化区 这个华夏文化区 对于这个巴蜀地区的 这种食言 盐业的这种开采 和这个重视 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重新 现在发现了很多的汉雀 这种汉雀 它大多数是木雀 木雀也被认为 很多木雀 也是在产严区 就是在古代产严区出现的 那么他们 我们学者考虑认为 这是跟当时的盐商 跟复苏的庄园经济 那么跟所谓的家家户户 都有盐景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盐的资源 对于这个巴人 迅速地融入中华文化经济圈 它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 很清楚 感谢彭老师不厌其烦 在跟我们讲解 还有第四个问题 这次同样是在我们的 这个寻八季展览中 展厅里有一件登行器 有观众就反映说 这个东西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 有些类似 那么巴人和三星堆 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过互动 又是怎样的互动呢 这是观众比较好奇的一个部分 彭老师能帮我们做一些解读吗 没问题 这件东西呢 我刚才我在客家里面 我提到过 就是所谓的登行器 夏商时期 八国因为三星堆的光芒 实在是照耀的范围 实在是太广 不光是在巴人活动区 就是被他的文化 受到了三星堆文化的一个 强烈的影响 而且他影响深远的 一直到湖北地区 都有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其实这件登行器 它就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传播的一种史证 我们把三星堆时期三峡地 就是重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称之为三星堆文化 它是一个分支在三星堆时期 但是呢 这一个时期是夏商时期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科建里讲的夏里巴人 讲的是藏国时期的事情 那么在三星堆时期过后 其实这个古蜀文明 四川西部的古蜀文明 对于重庆的影响 是呈现的是一种减弱的事态 那么在一直到藏国时期 巴蜀两国并驾齐驱在四川盆地 成了东西部的两个呢 各自树相攻伐的大国 这是呢 实在的变迁了 它的文化的强弱的对比呢 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那这个登行器就是说 我们更直截了当的说 登行器就是三星堆文化 对于重庆地区影响的 直接影响的一个产物 那么为什么要叫登行器 这个所谓的我们在考古学上 或者是在我们展览的过程中间 所谓的叫什么什么形器 那就是我们不知道 它的用途的器皿 才叫什么 就是它像个什么形状 我们就叫什么形器 如果知道它的用品 比如说是个豆 是个灯 我们就直接称为灯 或者豆了 那么这种在考古中间 有很多的是叫什么什么形器的 这也是我们考古学 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大家也在不断的考证 在研究 比如说有的说 它就是一个机器 机器的时候放点这种供品 或者是在上面 灯形器上面再插灯的 有很多的这种说法 但现在没有定论 这也许就是考古的魅力 在不断提出问题 不断发现问题 不断探索 这个过程中间 大家共同解决问题 我想这是一种考古学的 一个魅力所在 可能没有很多东西 在无限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但是我们永远达不到 它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的 跟历史的真实的相望和 就这样 好的 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三星堆 这两年三星堆的考古成果 引起了公众很大的关注 那么你能不能就 巴文化相关的一些最新的考古的 一些成果 向我们做一些介绍 这方面有哪一些新的动态 因为可能是这方面比较专业的 是观众所不了解的 邦老师 好的 就四川盆地来讲 现在在成都平原 确实三星堆的考古做得非常好 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 那么在考古圈 更多的呢 大家就是在关注三星堆的同时呢 其实并没有忽视了八文化的研究 毋容置疑 就是青铜文化 三星堆 它是位于成都平原 是吧 广汉平原 广汉三星堆 它位于成都平原 那么三星堆文化作为三千年前的一个考古学文化 那么它是在农耕时代的一种文化 它诞生在平原地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它是跟环境和这个这个当地的这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那么在重庆地区呢 它一直以来呢 它都是在多沙和丘陵的地带 所以呢 在重庆地区呢 目前来讲 我们认为发现三星堆文化这样的一种辉煌文明的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呢 这种历史的阶段性呢 又有它各自独特的特点 就是此起彼伏的特征 比如说在古日类文化 在重庆地区呢 因为它多山多水 多卡斯特地貌 然后多溶洞 然后呢 古日类文化呢 重庆呢 又显得呢 比三星堆地 比四川平原 比四川本地一部的成都平原 要发达一些 那么我们在 但是呢在这个青春时代的早期 重庆地区呢 巴蜀文明进城的这个调查研究 巴蜀文明进城 那么它就包括了既包括了巴又巴和了蜀 那主要的发现呢 集中在四川东部 四川东部呢 就是在嘉陵江流域 我们现在发现的有广汉的这个罗家坝 曲线的城坝 那么三峡地区呢 因为在前20年挖了很多的 做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呢 大家正在处于整理和研究阶段 那么在这个城坝和这个罗家坝 在嘉陵江流域 我们也有很多重要的发现 比如说发现了它的城址 发现了一些这个占卜的工具 发现了一些产业 跟产业有关的单杀等等 当然了也有一批这个青铜器 也证明了就是这些青铜器的发现呢 可能它表达的是 就是中原文化 就八人迁徙啊 八国的迁徙 从它可能并非是一条线路 就是从这个东大门 从长江一直迁进来 也有可能是从汉水流域 一直呢顺着嘉陵江往下 然后一直一路呢进行迁徙 也有可能呢存在这样的一条路线 那么它也代表了那两个不同的 可能八人呢 当时有多个知系 有多元化的知系 多个知系呢 在一些一些迁徙和碰撞 他们呢 他们的文化的特色呢 又在同在相同中间呢 又略略有不同 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发生 那么现在的主要的成果 集中在这个嘉陵江流域 有一些呢 比较重要的发现 是这样的 好 感谢彭老师的解答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次讲座的交通互动呢 也就到此为止 感谢彭老师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讲座 让我们能够 接触到八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对于神秘的八文化 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也非常感谢 线上收听收看 以及参与讲座的各位朋友们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 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以博物置之历史 主照当下 以航海交流中外 起至未来 这里是中海博大讲坛 让我们相约下一期 谢谢大家